由加拿大当地华人拍摄制作的故事片《烛光》 在加拿大国际电影节中获得短片优秀奖 礼拜天剧中演员和制片人现身温哥华参加颁奖典礼 真相故事短片《烛光》 星期日再度在温哥华举办的加拿大国际电影节中 获得加拿大国际电影节短片优秀奖 这也是自影片上映以来第七次荣获电影节宝奖 电影《烛光》讲述的是当今中国社会一名普通女子 由于自己无心的一句话 导致邻居法轮功学员被捕 最终被迫害致死 从而使邻居女儿成为孤儿 女主角在知道实情后内疚不已 勇敢承担起抚养孤儿的责任 所以我们拍这部电影呢 就是希望告诉更多的人 法轮大法的真相 呼吁大家一起来制止这场迫害 电影制片人Grace Whey表示 希望通过《烛光》起敌善念 对于这个片子来讲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 他希望是一个很好的结局的话 这就是我们一个电影的一个 就是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叫烛光 对吧 它就是一种希望 加拿大国际电影节 也是加拿大顶级电影节之一 有来自全球超过90个城市的电影作品投稿 包括纪录片 音乐视频和动画等 该片在2014年已经拿下六个国际电影节奖项 其中包括美国克莱德电影节成就奖 及多伦多2014全球社区电影节改编世界奖等 该制作团队是加拿大独立电影制作组 为观众提供一手无顾虑真实故事与信息 此团队也曾拍摄过电影作品 《重生》 《何浪子奇缘》等 新唐人记者张宁 温哥华报道